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迪士尼 这一节我们继续看一个有关排序和查找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题目是这样的 给定已经两个已经排好序的数组 打字两个和数组合并之后 合并后的数组仍然是排好序的 在合并之后的排好序的数组中 查找dk小的元素 同时查找的这个时间复杂度呢 必须是logk 那么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看一下 假定这个第一个排好序的数组是a 它是13579 第二个排好序的数组是b 它是24680 那么a和b这个数组合并之后 得到的数组是1到10 比如就c的这个数组 如果我们要找第七小的元素的话 我们就可以从c中直接定位这一个元素 c6也就直接把这个元素7给拿出来了 那么要求你设计的算法就是在这个数组c中 当k等于7的时候 你设计的算法要直接从这个数组c中呢 查找到这个元素7 并且呢 你的算法复杂度必须在logk之内 那么这道题上这类题呢 普通的做法就是 我们把这个a和b呢 先合并成c 合并成c之后 要找第k小的元素 因为c是这个排好序的 那么要找第七小的元素的话 我们直接在这个排好序的元素中 直接定位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的话 在定位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o1的时间就可以做到了 但问题是把a和b合并成c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便利数组a中的所有元素 然后再便利b中的所有元素 这样的话 算法的复杂度就是 假设这个数组a的有m个元素 数组b有n个元素的话 合并后的数组c呢 这时候所需要消耗的时间复杂度呢 是m加n 当然我们也可以优化一下 我们不需要把所有的元素都合并到数组c中 我们只要把这个a和b在合并的时候 一旦合并到dk一个元素 我们就可以停止了 然后把最后一个元素访回来 这样做的话 就比这个全部合并要好一点 但是呢 这时候它的这个算法复杂度呢 是k的这个线性的一个复杂度 这给我们要求这个k的对数的时间内 这个时间要求呢 仍然是有距离的 所以呢 这道题呢 直接合并之后 再去查找这个元素呢 是行不通的 因此这道题目的难点就在这里面 总的来说 这道题目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如果你能够在一个小时之内 对这个题目给出合适的算法 并拿出写出问题不大的代码的话 那么你的水平应该能够在一家比较大的互联网公司中 胜任一个技术经理的职责 因为这道题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应该如何去设计 满足题目要求的算法 在算法的设计思想中 我们往往使用一种这个从前往后的思考 也就是说给定一个结论 我们往往从初始的条件出发 看初始的条件一步一步的推导 从前往后走 一直走到最后 也就是从初始条件呢 推导到最终我们想要的结果 另一种做法呢 就是假设我已经拿到了最后的结果了 然后我看这个结果 能够给我一些什么样的信息或启示 从这种信息或启示中 得到一种重大的启发 这个启发呢 就有助于我们从初始条件中 去设计出相应的算法 并得到最终的结果 对于这道题来说呢 如果你是从前往后想的话 也就是说你直接考虑的是这个条件 然后从这个条件出发 去推导出这个结论的话 是比较困难的 但如果反过来 我们假设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结果之后 再回推到 再根据所得到的信息 去回推设计算法呢 可能就容易很多了 那么假设 我们现在回推的想一下 假设这个第七小的元素 也就是C中的这个元素7呢 我们已经我已经知道了 并且我知道这个7呢 来自于这个元素组A中的 这一个元素 也就是这个第四个元素 也就是A3 那么这样的话 我就知道在合并后素组的前K一个元素中 其中有四个元素来自素组A 其中有三个元素来自素组B 也就是说A素组的前四个元素 和B素组的前四个元素 合成了C素组中前K小的所有元素的集合 OK 我们把它单独拉出来看一下 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素组A呢 是13579 素组B呢 是2680 那么它合成的素组C呢 其中的前K个元素 这个K等于7的时候呢 假设我知道前四个元素是来自于A 同时呢 前三个元素就来自于B 那么前四个元素呢 我们用这个变量L来表示 那么B素组的前三个元素呢 我们用变量U来表示 这个U呢 对应的就是在这个 这里面呢 当K等于7的时候 U呢 对应的是B素组中的第三个元素 也就是U等于3 同时呢 这个L呢 对应的是素组A中的元素 所以这个L等于4 OK L等于4 那么假设我知道了这个 那么现在呢 如果我有办法能够得知 这个L 它的L等于4 那么这个L对应的值呢 第四个元素呢 就是对应于A数组的下标呢 就是L减1 也就是A3 也就是这个值7 如果我知道了这个L减1的值的话 那么我就很容易通过这个L加U 这个等式呢 推导出这个U的值 也就是说我可以很容易的推导出 这个BU减1等于6 这样的话 我只要比对 这个A的L减1和B的U减1中 两个值中的最大一个值 我就可以得出 这个最大的这个值呢 就是合并之后 素组C中DK小的元素 所以呢 接下来假设我知道这个L的值 也就是说我假设我知道 这个A中的前L个元素 组成了素组C中前K小的一部分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通过这个L的信息呢 计算出这个DK小的元素 因为我知道这个L的信息之后 由于A是已经按声序排列的 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个AL减1 这个值拿出来 同时呢 把这个B的U减1 这个值拿出来 因为由因为前K个元素 必定是由这两部分的数 这两部分和第二部分的 这个元素组成的 并且组成之后是排好序的 所以我只要把这个第一部分 A这一部分的这个元素中的 最大值和来自B的 这一部分元素中的 最大值相比较 把最大的这一个拿出来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假设我已经知道了 这个L呢 A的L减1呢 对应的是元素7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什么样的启示呢 那么假设我现在 我假设呢 这个L减1对应的不是7 而对应的是9 大家看L减1对应的是9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L是L减1是7的时候呢 这个U减1对应的就是6 但是现在这个L减1 对应的是9的话 根据这个K加U等于7的 这个等式呢 我们原来对应的是6 由于前面这个往后挪了 一个单位 所以这个B呢 就要往前挪一个单位 对应的就是4 所以如果这个L减1不是7的话 是9的话 那么这个U减1呢 肯定就是4 因为你前面往后移了一个数值嘛 所以这个 它这两部分合在一起 是一个定数 你这一部分往后多了一个数 那么第二部分呢 就要往前减少一个数 所以说如果这个L减1 对应的不是7的话 那么假设对应的是9的话 那么这个U减1对应的是4 大家看一下 假设呢 这个A的L减1 肯定是属于组合后的数主C的前K小个元素的 我们这时候 假设这个L减1对应的是9的话 我们看可以推出一个什么矛盾 这个对应的是9的话 大家发现这个4的后面的这个元素是6 那么9就要比6要大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9从前K个元素中拿掉 把这个6呢替换这个9 最后得到的这K个元素呢 大家看最后得到的这K个元素呢 就还是满足条件的 但把这个9拿掉了之后呢 因为我们假设这个AL减1是9 并且这个A的L减1肯定是属于C元素中前K个元素的集合的 现在你把9拿掉了 居然得到的结果还是能满足条件的 这就给我们原来的假设 这个AL减1属于这个C元素的前K个元素 像矛盾了 所以当我们这个L减1 假设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L减1对应的值呢 是在7的后面的时候 我们肯定可以得到一个元素 就是这个A的L减1 我们就可以肯定可以得到这个一个条件 就是A的L减1呢 A的L减1呢 大于这个B的U 对吧 A的L减1大于B的U 因为这个L减1在这个7的后面的时候 这个U就对应的是4 那么A的L减1是9 B的U呢是6 9就大于6 所以当这个我们查找的这个下标呢 处于这个正确的下标的右边的时候呢 我们肯定有这个等式存在 因为我们这个A的数组呢是生序排列的 所以这个 所以如果后面还有元素的话 比如说后面还有元素的话 那么后面的这一系列元素呢都肯定比这个BU要大 因为它是生序排列的嘛 所以这是一点 也就是说当我们计算一个下标的时候 如果这个下标的 落在正确下标的右边的话 我们就肯定能够得到这个公式 得到这个条件 那么我们反过来 假设我这个A的L减1不是落在右边 我们落在的是左边呢 那么由于这个K加U等于7 当我们这个U挪到了前面一个之后 也就是说来自A的元素减少了一个 但是总元素是不变的 所以来自B的元素呢就要增加一个 当这个L减1处于7的时候 这个U减1对应的是6 现在这个L减1如果处于5的话 我们的这个U呢 就要U减1呢就要对应的是8 对吧 因为你原来是在7嘛 你现在往前挪了一个 为了保持总量不变 那么第二部分呢 原来对应当L减1对应的是7的时候 U减1对应的是6 现在这个L减1呢 假设挪到了前面来 那么这个U减1就必须要往后挪一个 对应的这样合起来 他们的这个合 他们的合呢才能够固定 所以这个如果这个L减1是5的话 那么我们对应的这个B的U呢 是8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 就得到一个条件是这样的 这个8呢 就是要比这个7要大 那么因为我们原来假设呢 B的U减1呢 B的U减1肯定是要属于这个前K个元素的 因为根据我们假设这个L减1和U减1 这两个元素呢 这两个元素呢 都是肯定属于这个数主C的前K个元素的集合的 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 当这个L减1是5的时候呢 我们得到的这个BU呢 得到的这个B的这个U呢 居然比这个B的这个U减1 比这个 大家看这个A的这个U减1呢 这个A的L 这A的这个L呢 居然比这个B的这个U减1要小 大家看 那么也就是说 当我这个A的这个L呢 当我这个L减1对应的是5的时候呢 这个A的L这个值是7 这个7呢 居然比这个A的U减1要小 这样的话就意味着 我可以把这个U减1这个元素给拿掉 把这个7换进来 这样的话得到的这个元素呢 还是满足这个条件的 但是这么一换的话 就把就跟我们原来假设这个B的U减1 肯定属于C的前K个集合呢 就矛盾了 所以这时候 如果我们得到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在这个数主A中 随便拿出一个元素 假设随便拿出一个元素 那么当这个 随便拿出这个元素的下标 如果对这 如果是处于这个正确下标的右边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 我们就可以得到 如果正确的这个下标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呢 在这个数主A中 随便拿出一个元素 如果拿出这个元素的下标呢 是在这一个元素的这个右边的话 我们就会有这个A的L减1呢 大于A的这个L减1呢 大于 如果说是这个X 那么假设这个X是位于这个 X是大于这个L减1的话 那么我们肯定有这个值A的这一个X呢 肯定就会有这一个 如果是处于右边的话 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会有这一个A的X 肯定要大于这一个B的U减1 这一个值 肯定会大于这个B的U 肯定会大于B的U 因为这个如果说我们这个值处于这个 我们这个值 假设我们在这个A数主里面 随便拿到一个值 这个这个值的下标 如果是在这个L减1的右边的话 也假设这个X是大于右边的话 那么我们就把我们得到的这个值呢 肯定要 那么这个9呢 对应的这个 得到的这个9呢 因为这个X加U要等于7 所以我们得到的这个值呢 对应的是6 所以我们得到的值肯定就是K 减去这个 我们肯定有一个这个条件 可以减去X加1 加1 再减1 我们就肯定要有这一个条件 也就是说这个X大于这个L减1的时候 我们可以肯定能够得到这一个条件 因为如果我们这个X落在这个右边的话 那么根据这个L加U等于7的这个值呢 我们剩下的在这个 我们往右走一个若干个单位的时候 下面呢 就要往前走若干个单位 所以当我们找定了 找到的一个这个元素 A中的元素 如果属于这个正确元素的右边的话 我们就肯定有这一个条件 大家看 假设这个是 假设这个X的话 X在L减1的话 我们就肯定要有这个条件 因为这个K减去 因为这个K减去X加1再减1 对应的就是对应的这个值就是4 因为如果这个X 我们取的下标是4的话 那么对应的 因为这个X加上这个后面的这个值 要凑成7个元素嘛 所以另一个元素呢 B中的这个元素呢 最后一个元素肯定来自4 来自4的话 我们就有这个A的X 就要大于这个B的K减去X加1 再减1 因为这个X是这个数组A的下标 那么X加1呢 就表明这个下标前面有多少个元素 对吧 大家看这个 如果这个下标是这个X是4的话 那么4加1等于5 也就是说 这个下标为下标是4的元素前面呢 总共有5个元素 因为我们这个数组是从这一个下标为0开始计算的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要这个加1 因为这X是下标 所以包括这个X在内 这个下标元素在内呢 总共有X加一个元素 所以我们要加1 那么由于这个B元素 B数组的下标是从0开始的 所以我们要减1 因为这个X呢 因为这个如果是X处于这里面的话 那么X加U等于7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对应的这个B的元素呢 是这个4 所以说我们假设我们这个值 我们在A中随便取一个元素 如果它的这个元素的下标处于正确下标的右边的话 我们就一定能够满足这个条件 我们就肯定能满足这个条件 如果我们取的这个下标处于正确下标的左边的话 再看假设是左边的话 那么我们就有这个条件是这样的 假设这个X是小语 小语这个L减1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 假设我们这个X处于5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有这一个 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什么呢 处于5的话 我们这里面的这个U呢 就是8 那这个8的话就肯定要 这个8的话就肯定要比这个7要大 于是我们就有这个条件 B的这个U呢 B的这个K减去这个X加1 再减1这个值呢 就要大义B的X加1 大家看就要有这个条件 B的这个K减去X加1减1呢 那么如果这个X是5的话 那么K减去X加1减1 对应的这个值呢就是8 对应的是8 对应的值是8 那么这样的 假设这个X的值对应X的 X的下标是012的话 那么最后这个K 那么这个值呢 这个K减去X加1 再减1呢 对应的就是8的下标 那么这个8的话 肯定比这个7要大 所以当我们随便在这个数组A中取一个元素 如果这个元素的下标 处于这个正确元素下标的左边的话 我们就肯定满足了这个条件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了两个条件 两个条件来判断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责办查找法 在这个元素A中去查找这个数这个元素7 我们可以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怎么通过这个算法来去查找呢 首先我们在这一个在这个整个元素A中 折办查找得到的是元素是5 对吧 得到的元素是5 那么对应的B中的这个元素呢 就是8 对应的是8 8的话呢 我们就满足下面这个条件 那么得到5 8 8的话就满足下面这个条件 那么下面这个条件的话 根据我们前面的推理呢 我们知道这个现在这个下标呢 位于正确下标的左边 所以下一次的责办查找呢 我们要在后面的这一部分进行 在后面的这一部分进行 那么我们在5和7之间 中间去查找这一个 那么在5和5、7、9这三个元素之间 再用责办查找的话 我们就可以查到元素7 查到元素7的话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 元素7的话 这样得到了这个正确的这个下标之后呢 这样的话这两个条件都不满足 这两个条件都不满足的时候呢 我们就找到了我们想要找的这一个元素 OK 大家看这里就是那么整个这个元素的计算 整个算法的这个设计旅程呢 就是这样的 我在这一个数组A中呢 如果数组A的元素呢 它的个数小于K的话 我就在整个数组A的元素中做责办查找 如果数组A的元素大于K的话 我就在数组A数组中的前K个元素呢 做责办查找 那么在责办查找的时候呢 我一次责办的时候会得到一个元素的下标 得到一个元素的下标之后 通过这个L加U等于7的元素 那么有了这个A数组的下标之后 我找到B数组的对应元素的下标 那么如果我责办查找找到的是5 找到的数组是5呢 找到的数组是5的话 对应的下标就是8 那么这样的话 下面这个条件就成立了 下面这个条件成立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现在找到的这个元素呢 处于这个正确下标的左边 所以接下来我要在后面的这一部分进行责办查找 那么假设我责办查找找到的这个元素 在正确下标的右边的话 那么我上面的这个条件就会成立 上面这个条件成立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在后面的这一半元素中去责办查找 那么反复这么责办呢 就可以最终找到这个AL-1这个元素 有了AL-1这个元素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B数组里面对应的元素 那么这样的话通过这种查找的话 我们就得到了两部分的元素 第一呢是得到了A数组这部分的元素 第二呢是得到了B数组这部分的元素 这两部分的元素合在一起呢 就形成了数组C中前K小的元素的集合 那么我把这两部分元素中的最大的这一个拿出来呢 就是我们要找的这个答案了 那么由于呢我们在A数组中责办查找的时候呢 责办的范围最多不超过K一个元素 所以我们这个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呢 就是这个logK OK这个算法是有点难理解的 大家拿到这个可以对照这个视频 和拿到代码之后再调试起来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代码是怎么实现的 OK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代码之中呢 这个KElementSearch呢 是用来实现我们的算法的 其中呢这一个FileGivingElement呢 就是实现在这里面呢 就是刚才去用代码去实现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责办查找法 那么大家拿到代码的时候呢 就可以去跟着到时候拿代码的时候去跟一下 那么这个getIndexFromFirstError呢 它的作用呢就是责办查找之后 返回A数组的这个L减1的值 那么第二个接口呢 第二个接口呢 get这个indexFromSecondError呢 它返回的值呢 就返回这个U减1这个值 它返回的是这个U减1这个值 B数组中的这个元素的这个下标 最后一个元素的下标 OK那么我们给我们给定一个例子来看一下 假设呢我们前面的这个元素呢 是13579 然后下面的是24680 那么我们对这两个元素呢 假设我们找这两个数组合并之后的元素 数组C的K小的元素值呢 我们看一下代码是怎么走的 OK我们跑起来看一下 OK接下来我们走到这里面来了 那么K那么首先呢 我们在这个数组A中查找 一开始呢 数组A查找的是从下标0开始 以及它的结尾下标是5 因为K中呢有5个元素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13579 12345看一下这个 12345OK我们看一下这个因为我们有5个元素 所以我们会在K数组中的所有元素中先做责办查找 第一次做责办查找 OK第一次做责办查找的时候是A2 大家看A2对应的元素呢 是5 A2对应的元素是5 最后我们计算出来的5的话 B中的元素呢 对应的就是8 大家看正确的元素应该是这个7和6 现在我这个5呢 在7的前面 而所以着由于他们总共的这个元素各式不变 所以这个5在7的前面呢 那么下面这个B呢 要往后挪一个对应的就是8 对应的是8的话 我们就要满足这个条件 对应的8的话 我们就是要满足这个条件 就满足了下面这个条件 满足下面这个条件的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当前这个2呢 是当前这个2呢 是属于正确正确坐标正确下标的左边的 所以我们要在后面的这一部分去做责办查找 OK 我们看一下 接着看一下代码 OK 大家看 那么我们是满足第二个条件的 大家看第二个第二个条件 走的话是满足下面这个条件的 满足下面的条件的话 我们就要在后面这一部分去查找 在后面这一部分去做责办查找 OK 我们再走一次 在后面这一部分这责办查找 OK 这时候得到的是4 大家看得到的是4 A4的话得到的是这个元素 A4的话得到的是9 9的话 那么这个值呢 就在正确的元素下标的右边 那么上面的这个条件就满足了 上面这个条件满足的话 我们就知道当前我们这个 所得的这个元素的下标呢 在正确元素下标的右边 所以接下来呢 他要在右边这一部分 要在右边的这一部分做责办查找 OK 我们看一下 OK 所以要在这个L减1之后的这个右边的这部分查找 我们再来一次 那么一开始我们找到的是5 然后在右边责办查找 结果找到的是9 那么这时候9呢 发现又超过了这个标准的右正确下标的右边 所以再一次责办的话就责责办就找到了这个元素7了 OK 接下来看一下 这时候我们导到了正确的元素是3 这个下标是3 下标是3的话 对应的这个元素就是7 它就是一个正确的元素 然后如果是正确元素的话 那么这两个条件都不满足就出来了 我们就直接ブlick出来 然后这个index就等于3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得到的这个L减1这个值呢 L减1这个值呢 就对应着这个7的下标 也就是3 所以我们的这个算法实现呢 看样子像是正确的 OK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更复杂的情况 好 我们把这段代码注释起来 我们把这段代码拿到 然后拿到下面 我们去检验一个更复杂的情况 这个更复杂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先生成两个数组 A和B 它分别有10个元素 那么数组C呢 有20个元素 然后我们分别给A和B两个数组呢 它的元素呢 随机负值 也就是说A中的元素是随机值 B中的元素也是随机值 并且我把A和B都进行排列 最后我把A和B排列好的这个元素呢 把它全部放入到这一个数组元素C中 然后再把这个数组C呢 进行排列 OK 也就是说这个数组C呢 是A和B排好序之后的合并 最后呢 我指定这个下标 我指定要找的是数组C中第七小的元素 然后大家看一下 我们运行这个程序看一下 是不是正确的 OK 我们的元素跑完了之后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A中的元素是这样的 B中的元素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合并后的元素C是这样的 大家看是这里面 那么第七小的元素呢 是1234567 第七小的元素是10 那么这个元素10呢 大家看很明显是来自于B B的第四个元素 也就是1234 也就是B3 那么这样的话 我得到的这个B3 这个下标就找到了 这个B3就找到了 大家看第三个元素B3是10 也就是说我这个下标B的 这个下标是3 这就意味着我这个前 前七个元素中 有四个来自元素组B 那么A的下标是2 就表明我这个组合中 有前三个元素来自数组A 大家看一下 这前七个元素中呢 确实258 258是来自这个数组A的 上面这前三个元素的 然后4560呢 确实就来自于这个数组B的 前这一部分 选中的这一部分 那么这样的话 我只要比较 这两部分的最后一个元素的值 哪一个更大 那么这个更大的值呢 就是DK小的元素 大家看一下 来自于A的前三个元素中 最大的值是8 来自于数组B的前四个元素中 最大值是10 所以DK小的元素是10 大家看是10 那么跟最后打印出来 这个结果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我们算法的实现呢 应该是正确的 由于我们整个算法 做折扮查找的时候 只在这个数组A的前K个元素中进行查找 所以我们整个的数组呢 我们整个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呢 就是这个logK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我们这一节呢 它的内容 算法设计的内容呢 有点复杂 大家拿到代码的时候 可以自行去调试 看着这个文档去调试一下 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 再去我们在一起共同去讨论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大家可以通过这一个 关注我们这一个公众号呢 可以得到更多更详实的资料 好 谢谢大家来到Coding迪士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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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